嘿大家好,歡迎來到嘉年吉他棒 耶,我們又來了 我們今天要開什麼箱咧 一樣也是在這個 最近也是副作者聯盟的關係 所以最近有出了非常多的周邊 大家應該都有玩過大富翁吧 是玩那個美國叫Monopoly的 然後他們就是會出非常多版本的 遊戲規則都一樣 這樣可是他們就會出很多版本 像什麼馬利歐兄弟啦 馬利歐賽車啦 或是什麼權力遊戲 什麼很多都會出這個版本 那我們今天拿到什麼咧 哇,是這次副作者聯盟的地產大亨 也就是所謂的大富翁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裡面有長什麼樣子 零件都長什麼樣子 他們還有每部電影的logo 每部電影的logo都在後面 每部電影的logo 他這個盒子真的是做得非常漂亮 後面還有每部MCU裡面的電影的logo 開始打開 其實在一開始收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絕對不舊 因為裡面有驚奇隊長 對 對,然後雖然說裡面有一些英雄的造型 還是比較 不是副作者聯盟4的啦 但是有看到驚奇隊長 而且還暴雷咧 算暴雷吧 這是暴雷 這是暴雷 法型暴雷 對,這是暴雷 對,這是暴雷 對 模型都有上金色漆 超級精緻的 這個是 這個是鋼鐵艾 應該是 這應該是戰爭機器啊 這是機器吧 而且它這個是金屬的耶 很多桌遊 它的模型都是塑膠的 但是這個是金屬的 地產大恩其實很有名的 就是它那個棋子是金屬的 欸,這一個喔 我男友啊 這個隨便拿成是我男友 然後是短髮造型的男友 但是它手上拿的好像是stonebreaker吧 已經是stonebreaker 已經是stonebreaker 所以是蠻新的 真的耶 對啊,很帥 這帶回家 看起來 沒有,這Nebula 這就是金屬隊長的啦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誰 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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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知道在哪一個 好大喔 好大喔 是小的 這不知道它會站在什麼 一個奇怪的東西上面 對 ROCKET 小小的ROCKET 這麼大隻應該是綠巨人吧 這麼大隻就是浩克啦 這個就是鷹眼啦 這個是美國隊長 隊長 隊長 Assemble 這個就是 手套 手套啦 這完全是符合原本顏色 也就是金色 金色手套 喔,這是鋼鐵人了 這是鋼鐵人 鋼鐵人來了 那這是 這是我們的棋子的部分 然後 我們應該剛剛有看到 非常非常漂亮的這個畫面 然後再來 這個裡面還有其他因素 一個就是很重要 就是立方現在手上拿的 地產 都是英雄角色 所以地產是英雄角色 對啊 嘿嘿 是你走過去那邊 你要收集這個人這樣子 對啊 這些英雄都被誤化了 這裡有那個 機會命運卡 喔,機會命運卡 他全部都長得一樣 只是上面文字描述不一樣 那你抽一個看看 有一個 有一個上面是寫說 奇異博士想給你喝茶 但是你不喝茶 然後他說 他就幫你 召喚一個你想喝的飲料 然後就 收集十點 所以還是有套用 套入就是 故事裡面的劇情 對啊 他蠻用心的 那你剛剛 然後把你現在手上拿 這個望為什麼 跟電影裡面差有點多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誰啊 可能有肖像犬 可能有肖像犬 這什麼啊 誰 其他的人其他人有肖 這誰啊 然後他這次的房子咧 他的房子也是 他的房子就正常啊 還是房子 就是限時寶石 和力量寶石 沒有啦 不是吧 就是一般的房子這樣子 一般的房子 好那我們就把 把這些東西亮一邊 再來就是要讓大家看就是最 最重要的一部分 這個地產大堂的板子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把桌面清一清好了 然後看一下那個板子長什麼樣子 好所以他這裡面的地產 真的就是所有的角色耶 背後紅女巫長得比較像那個 長得比較像Gene Grey 所以他的這個機會跟命運卡 分別是無限手套跟 這個史塔克公佩 所以不是機會命運 就是史塔克大佬跟無限手套 無限手套 然後通常呢 大富翁在那個 那個騎士點前面那一個是最貴的對不對 嗯 所以最貴的地產是什麼 終點 終點前面 所以這個是誰 對啊通常最貴的是那一個啊 那一格啊 對 是奧丁啊 喜歡奧丁最強 所以奧丁是最貴的 通常最便宜的會是 就直接第一排啊 第一排最便宜的啊 真的喔 你有發現第一排最便宜的 對啊為什麼神盾局的都是很便宜啊 對啊 移人費啊 奧創耶奧創超便宜 奧創也超便宜 奧創應該是要付他100塊 你們知道桌遊界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大富翁的傳奇 就是在二戰的時期 嗯 有一些就是會送大富翁進去 給那個被囚禁的士兵那邊 給他們玩啊 但是對給他們玩 但是重點是那個大富翁這個板子裡面 有時候會藏有一些逃出來的計畫 嗯 就你把它割開裡面會有那個 逃出來的計畫 還有這種事好酷喔 對這個傳說 傳說傳說 那其實地產大亨的玩法都一樣啦 就是你就是挑一個角色開始玩之賽子 然後去買地產 然後地產上面就是會有一些 要付的租金 就過路費啦 如果有人路過了 那就是根據這個路過 過路費去付你錢 嗯 然後你如果自己又走到呢 你就可以選擇再補錢 然後蓋 蓋力量寶石或者是限時寶石 哈哈哈哈 沒錯沒錯 然後越蓋越多 如果有人剛好又經過 那就是會越付越貴 然後就是玩到最後就是會有一個結果 有人會破產 對然後這次這個復仇者聯盟就是有很多英雄 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歡復仇者聯盟 應該買這個玩起來會很開心 這樣子 沒錯沒錯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這個 復仇者聯盟 地產大亨的開箱 沒錯 對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個影片 然後記得我們金牙棒的頻道按讚訂閱跟分享 然後我是部長 我超愛 保妮 超禮班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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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